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父亲节 首先,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我的祝愿是发不出去了 虽然父亲的手机号在我的电话本里一直都没有删 但也就是一个念想了 父亲走了已经有十年了 时间是真快啊 一晃,整整十年了 那一年老大刚三岁 老二才出生四个月 那一年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当父亲 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失去父亲 一生仅有一次的告别 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告别的最后一刻 我们都站在门外 父亲被推进了屋里 那一刻短短的十几米的距离 却隔开了此身 火炉的门缓缓打开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 用别是什么意思 就是永远都不会再见了 永远都不会了 这样的场景 之前我在龙印台的文章里 看到过,读到过 但没想到这一刻 却那么清晰,那么真实地 浮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这是每个人 这一辈子都要经历的一次永别 虽然之前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真正到了目送的那一刻 那点微不足道的准备 完全挡不住 身离死别的痛 那一次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那么近地感受死亡 那么清晰地体验 生老病死的现实 在最后的时光里 有一次我望着父亲的眼 他疲乏地想睁开 但是又睁不开 突然我完全明白了 大佑的一句歌词 生命终究难舍 蓝蓝的白云天 父亲在家里是威严的 甚至威严到有点大男子主义 家里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 但在我的人生中 父亲是开放的 他给了我很大的自由 我记得小时候 从来都没有因为学习的问题 而挨过父亲的骂 也从来都没有因为考试不及格 而挨过父亲的答 我的学习成绩从小就不太好 尤其是理科 数理科经常考试不及格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因此而烦恼过 因为父亲的纵容 让我释放了压力 然而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上大学时 父亲的再一次纵容 改变了我的人生 让我走上了原本无缘的人生之路 我说我想学音乐 家里人几乎都是反对的 唯独父亲 默许了 他说我不支持也不反对 但实际上 他是支持的 那一年 他亲自送我去了北京 我的人生 因此而改变 我从一个小县城 走向了大城市 我的眼界 我的视野 我的思维 我的生活 全都因此而发生了变化 我在想 如果当时父亲不同意 逼着我上普通类大学 我应该也是接受的 因为我们都畏惧父亲的威严 但就在这个问题上 父亲的威严不在了 他顺从了我的选择 并且以实际行动 支持了我的选择 学音乐对于我的家庭来说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家 没有任何音乐背景 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而且音乐类专业 学费远比普通类大学要高 所以从理论上讲 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观念上 父亲都不应该顺着我 让我去学音乐 但是父亲他同意了 我上大学的第二年 父亲的事业出现了问题 公司激进破产 家里的财务状况 也亮起了红灯 我感觉到了父亲的难处 生活已经在狠狠地 抽打着我们的家庭 但当我跟父亲谈到学费的时候 他从床头后面的柜子里 拿出了一个信封 说你的学费我早就准备好了 那一刻我没有感动 那时候还小 似乎觉得父亲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 应该为我准备好学费 但是今天回想起那一刻 那一幕 我才理解 父亲的伟大 父亲的不容易 我不知道 假如当时 父亲不同意我学音乐 我的人生 今天会是什么样 或许也能够美满地生活着 或许也会像很多小伙伴那样 朝九晚五地上班下班 躺在老家的舒适区 生儿育女 聊此一生 我不知道那样的生活 会不会快乐 但是现在 我的灵魂是自由的 我的内心 是快乐的 我的人生 是有色彩的 因为在音乐中 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并且还留下了一点点 我来过这个世界的足迹 在音乐上 我做到了 虽然音乐没有给我带来 很多财富 但是它却给我带来了 灵魂的快乐 带来了人生的价值 在音乐中 我的精神 是富足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觉得 父亲 不仅给了我生命 抚育我成长 而且还给了我 选择人生的最大权限 这是我生命中 最珍贵的 也是最幸运的 父亲的性格 很正直 很直爽 有时候甚至 正直到有点固执 做任何事情 都讲原则 讲底线 这一点 我一定是遗传了 父亲的基因 以至于 在很多事情上 我坚持几件的固执 也被人视为顽固 或愚钝 生命真是一个 神奇的东西 我的固执 我的愚钝 来自父亲的影响 而现在 我也正在无形地 影响着我的儿子 老大的性格 跟我一模一样 不能触碰的底线 他从来都不碰 这就是父亲与我 我与儿子之间的 生命的传承 父亲走得很早 那年他才67岁 十年前 自从经历了 与父亲的永别后 我就一直在想 人 活着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 成功与失败 到头来 都是浮云 短短的几十年的生命 活着 我想 开心 自由 才是最重要的吧 听说 有一种昆虫 叫浮游 它只有一天的生命 但是 我们总是能看到 它在花丛中 在树枝上 忙忙忙碌碌碌的 不亦乐乎 它 到底 在忙什么呢 如此短暂的生命 它又何必 如此忙碌呢 其实 我们每个人 相对于这个世界 又何尝 不是如此呢 在浩瀚的宇宙中 在无尽的时光里 我们每个人 又何尝 不是 浮游一只呢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心平气和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做呀看呀 我们一直都在地老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 我们一直都在里面 你们一直都在 rim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得到失去又敢怎样